好,因為大家下禮拜才開學 我們這禮拜又開學 好,已經上一節了 那這裡其實有很多筆 我平常真的最常用的事實上是這一支 叫Runit 我剛剛發現牛,我老師已經有在用的 它最常好處就是它是引擎的 所以你不會覺得說 有任何的干擾 即使像剛剛這個軟體,它總是還有一點點 對不對,或者那個跳出來 那 這些呢 我們也有放在給各位的這個裡面 在這裡 因為呢,這個不用安裝 欸,順便跟老師提一下 如果你沒有放大的功能 因為這個鏡頭我喜歡它有放大的功能 假設你都沒有 我們剛剛不是有個放大鏡嗎 Windows那個放大鏡,雖然 名義上是給就是適當的人使用 但是其實對我們教學很好用 所以老師還記得快速鍵是什麼嗎 Windows那個logo符號對不對 加上什麼 加號跟減號 對對對,所以你 這樣子有沒有也可以 但是要注意一下喔 好,如果你找到那個面板的話 找到這個 找到這個 那個 它有一個那個面板跑去哪裡 有一個放大鏡 沒問題 我先把它離開一下 我再重新執行 好 好,沒關係啦 那我就先這樣 你在這裡 RuneIt在這邊 點兩下 你就多多兩下就好了 好,它就執行了 那麼 這裡的話呢 您可以看到 像在這邊我最常用的 就是Draw 在這邊畫Ctrl加2 那你要畫什麼顏色 那你要畫什麼顏色 英文單字 顏色會的 大概就會了 因為這裡有什麼 你看 我們這邊有Blue 也沒有V 所以如果我進入繪圖模式的時候 按V 按G 這樣就OK 那另外它還有一個Live Rock 這也是最常用Ctrl加4 Ctrl加4 所以你常常看到我放大 然後再繼續操作的 Live就是現即時的嘛 等於說我不畫圖 可是我放大 跟我們現在放大鏡功能 是一樣的概念 那我平常還會用一個 下課休息10分鐘 好 下課休息10分鐘很好用啊 因為 如果不這樣子不會起來啊 但是我跟你講現在這招我快不行了 反正它手機都上網了 不看這裡就看下面 就算你沒這樣 它也是看下面啊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 反正這個只是一個方法 所以你看我按下Ctrl加4 我就可以把這個地方放大 那進入繪圖模式 Ctrl加2 就可以馬上完成這個 紅色的 對不對 綠色紅色的 就按B Blue 有沒有現在就Blue的 Green 老師還記得哪幾個 R Pink Purple 對不對 R 紅色 Yellow 老師 教室都沒有那麼多種筆的 你還要 對 ORANGE 對 O 因為它那個叫做什麼 因為 對 它如果是按那個V的話呢 叫做進入黑板 不是那個 Black K K進入黑板 W進入白板 就跟我們剛剛的工具一樣 就跟我們剛剛的工具一樣 如果你要用這個 我會建議你 倒不用剛剛那個 因為那個工程更多 更方便 對不對 因為這個你一離開就沒了 剛剛那筆記都還留著啊 所以我就不建議老師 在這個時候用那種工具 用這個工具 那這個是我們稍微跟它介紹 那另外下面其實還有很多啦 有類似的工具還蠻多的 您可以參考看看 你看我找這種 Epic Pen也是很簡單的 也是很可愛的 有沒有 這麼可愛的 這麼可愛的筆 也很好用 就是一樣都是免費的 好 甚至老師有時候您需要 往下軸 Horn Fist是比較常見 就是比較老白的 另外還有這個 Runit 好 再往下軸 這裡 我都寫的還蠻清楚的啦 另外有一個就是 這個叫邊啊 叫邊的部分 如果您有需要 因為我們法屬的游標 還是不是很大 對不對 所以我先用一下 我們在這裡用 有沒有叫虛擬叫邊 既然叫虛擬的 打了就不會通了 好 我就執行它一下 點兩下 這樣 上簡報應該就很清楚嘛 大小當然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啊 但是不是 你也不要用這個顏色有很多其他顏色的啊 所以 欸這個有中文喔 Language這裡喔 Language 變中文就好了 這樣你都看得懂 不用安裝 你看到這裡 我們來看這裡 你看我們講解人題 對不對 同學看這邊 這樣是不是就看得比較清楚 也可以嘛 所以 看你自己啊 工具很多 很奇怪齁 我怎麼都會知道這些工具 我平常沒事都在家玩 哈哈哈哈 好 這樣 這個 這樣 各位老師您再看這些部分 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啊 所以其實我們先把底找好 你再來錄 是不是就會更清楚一點 因為雖然有時候我們口頭講解 可是 你那個游標滑滑去的齁 其實對看的還是一個負擔 還是一個負擔 那我會建議各位齁 等一下呢 我怕進入另外一個 你知道是什麼嗎 錄影啊 還有其他錄影的還沒講嗎 可以的話其實 我最近啦齁 最近這一年多來 我都有讓同學帶回家 可以把現場的我帶回家 像你剛剛看到一樣 早期我平常路視都不把自己放在裡面 不過其實我發現 有放在裡面 對同學來說 我會看的人啊 他比較有臨場感 比較有臨場感 這個效果會比較好 當然 在看的時候啊 像這個 像這個在看的時候 我平常很少會錄像這樣正面 因為這樣看了你會覺得 老司機在瞪我 所以通常我都是錄側面的 就像歪一邊 就他不會覺得有眼神交叉的壓力 因為我大部分是這樣子 就是可能我這樣在講 有沒有 這樣在看就不會覺得有眼神交叉的壓力 那他又知道老師在講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的什麼 肢體語言 勝過 講話的那個口氣 這樣你們了解意思齁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用那套軟體 給你一起來吃看看 好不好 OK OK OK